我发现水平本身就很大差距了 还有一种因素 我发现现在中国的脑海就是再好的医院 基本上它还是一种 你家里要有能够大病 还是一种家庭和医院的协作 家庭和医院协作之类 不可能一个人住在医院里面 你必须要有家人的支持帮助 家人和医院之后各种各样的合作 家庭和医院里面